1992年9月18日 河南省开芳市博物馆发生一起惊天大案 假值6亿元博宝本一夜之间喜结一空 经过三个月的追踪 警方在武汉追回武剑文 并成功抓获 曾经与918大案四名主犯有过密切接触的肖长龙 可在审讯时 这个叫肖长龙的嫌疑人 向个脑油条 其意不合作 你不交代是吧 好 我们有很多办法让你开口 当时我们故意在审讯室 摆了一块能发出很大声音的钟 每走一秒都 当 当 当 他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坐 等着他主动开口 就这么过了好几个小时 突然间 知道我找你吗 能不能给根肩丑 当时我就知道你会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据校长龙交代 自己并没有参与盗窃 只是曾经见过那批文物 那伙盗宝贼 一共有四个人 除了让他帮忙打听背后白色层塔纳的刘静 自己还认识一个叫刘农军的人 这个人就是这伙盗宝贼的老大 9月18日 刘静和刘农军一伙人从开封回来后 直接将那批国宝送到了刘农军家里 终于队上好 这个刘农军啊 就是918大案中 创名陈纳德的那个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人 有点知识懂点历史 可调查之后才发现 这个人太不得了 刘农军 武汉武昌去人 在得知这个线索后 警方密集赶往刘农军的家中 由于听到了风声 几个小时前 刘农军刚刚逃窜 尽管警方的这次行动扑了个空 可值得庆幸的是 在刘农军家的衣柜里 意外找到了开封博物馆 尸道的两件文物 至此尸道的69件文物 成功找回7件 除此之外 武和兵还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 在刘农军的家里 他们居然发现了许多 有关文物和历史的书籍 一个江阳大道的家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书呢